獨裁政權最尊的是不問是非、知識叫血的敵人 他們最大的VIPA 獨裁政權可以藉著他們告訴老百姓 自己是唯一可以幫他們脫離敵手的救世主 民主制度最害怕的 就是一些不懂思考、親疏有別的選民 他們投票只投一個黨 對家永遠是錯 投機政客上位全靠他們 敵人擊敵人就是最好的朋友 但是離地新聞就不跟你說這些 離地新聞跟你說 外國時事、歷史、文化用常理出發 而常理是不分左右的 多倫多是一個多元的城市 離地新聞亦都一樣 只要你不是潑虎馬街 意見永遠接納 逢星期四晚六點半 要管世間市 必先識世間市 一星期已過 又到了離地新聞的時間 大家好我是Titas 我是Chris 回到正常的節目 我們過去四個星期 其實三個星期 我們有很多很棒的節目 大家如果錯過了 Chammy Lamo的 interview 或者馮玉蘭說的 狗子和逃犯條例 記得看回我們之前的影片 當然 既然說到這麼大的題目 我們當然回應也有很多 很多正面的 很感謝大家 例如 It seems overseas Chinese care more about Hong Kong than those who live in it 有個英文的回應 有個說 多謝加拿大環 這麼支持香港 負面的也有 例如這位 她說 你們在海外當然敢說 這樣的事 看看你們回到香港 還敢不敢說 在這裏說到 微非色無 最好就是組織海外反共力量 挽救香港 得把口有用嗎 這樣 撇開當中的情緒 她的成份 又很公平地說 的而且我們在國外 享受言論自由 而且我們都善用 我們沒有濫用 我覺得我們是 遵循我們的認知 邏輯良心去說 我們覺得真正 我們真心相信 認為的 其實我都 感情上 我都了解 這一位觀眾的心態 就是說 她活在言論自由 不斷受到 收窄和侵蝕的地方 所以她心裏 感覺到難受 不舒服 是正常的 I don't take it as a personal attack 我反而覺得 得把口有用嗎 我經常都覺得 現在是2019年 我跟你 比不上朱元璋 又比不上劉邦 又比不上劉邦 又比不上劉備 就沒有那麼夠強 拿刀槍去造反 我們真的只有把口 她沒有錯 得把是可以的 I'm sorry 我們真的只有把口 因為現代社會 解決問題的方法 是用對話 用理性 用 tactics 用所謂的 politics 以為拿把刀斬人 恐怖襲擊 對不起 我是不做這些 如果FED人 打電話來 我會馬上告訴大家 是呀 他以為正中我 也對 我們真的只有把口 我們不會搞恐怖襲擊 那些什麼 伊斯蘭國 我們沒有人這樣夠強 是的 當然 既然他講得那麼強 他可以自己試試拿這支槍來 喂 你小心點 你不要教別人做任務 不要緊 我不會回香港 都是 所以我可以好像他所說 講到未非息募 完全沒有問題 我不管你會不會回香港 也不管你會不會觸犯香港的法例 也不理會不會有人 假設想炸炸大地 將你引導回香港 甚至其他地方受傷 你這樣做 可以道德上譴責你 把你放在裡面 先導人的犯法 那這樣 老實說 這件事我們是口說的 我們是講到未非息募 他是不是真的拿槍來殺人 這個是他自己個人的選擇 這個是跟我們無關 好了 抽水還抽水 抽到差不多 其實都是那一句 其實現代社會 所謂的Provolism 甚至大家把意見拿出來 希望不明講到明 當然 你只能夠那麼遠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好 我們複信複了差不多 我們今天就去主要的主題 首先由上個星期 向北京的一帶一路峰會講起 好 我們今天的主題 首先先去北京 上個星期尾 基本上有個叫一帶一路高峰會 高峰論壇 其實叫做 在北京舉行 大家聽完習近平說 我們是很手信用的 的時候 大家會不會覺得 他是不是真的會手信用 不過我就想 看看這件事 我們找一個個個案 來講 這個國家叫 Gibaldi 即吉布提 有些叫吉布提 我們跟著吉布提 其實我們這邊 環球郵報 不是環球時報 環球郵報 是加拿大 不是北京的 部長 Global Time Global Time 有一篇文章 挺有意思 跟大家分享一下 話說這位吉布提的部長 是負責港口的 和貿易的 他就說 他帶著一張 list 15個 billion 即是150億元的基建計劃 北京希望去和中國借錢 他在接受記者訪問的時候 他這樣說 我們發展就一定要發展 但誰可以付錢 誰可以付錢 誰可以付錢 對 之前他說 其實我們沒有試過和其他人借 我們試過去歐洲問他們借 但他們也不肯借 於是看來北京是最能夠借的 於是就說和北京借 但我們大家都知道 北京是否信首諾言 我們看中英聯合聲明也知道 就算不看那麼遠 看近一點 斯里蘭卡 漢班托塔港 都已經是一個很熟悉的名字 就是因為斯里蘭卡 和北京借了一筆錢 建建港口 還有一個每天只有200人用的機場 這樣 結果賣不到數 結果中國就說 我決定避免了你的港口 就當作租用 這樣就被中國拿了這個港口去 我們看到這些情況 其實我們大家都知道 其實在非洲 我們有很多的國家 他們的基建 想借歐洲想借美國 借不到 於是就去北京借 這樣就有不少很多的基建 近年 非洲的確有很多基建 都是用北京的錢的 也都因為這樣 引發了很多的社會問題 當中包括 例如很多的工人 不是非洲自己本土的工人去做 而是北京寄批工人 過去幫他建 其實就是想著做基建 用來刺激經濟 就刺激不了 創造就業 就業就創造不了 就幫北京創造就業 那你怎樣看 其實有幾件事 首先就是 在基本上 究竟一帶一路是甚麼 接著我們再說一下 吉布泰這個地方 有甚麼特別之處 和其他一帶一路 或者可不可以這樣說 整個非洲一帶一路 非洲的一個標準 或者一個國家 還有這位吉布提的部長 就說到明顯 其他地方不肯借 為甚麼其他地方不肯借 歐美 或者所謂的西加銀行 借錢給人 和一帶一路借錢給人 本質上有甚麼分別 我覺得這個問題 我們有二十多分鐘 可以慢慢說 首先 究竟甚麼叫一帶一路 其實我自己 就很 我承認是 超過普通的一個故事 假設你一家四口 你不如嘗試一下 在家裏正常吃飯 有空招呼 別人幫你 你光顧你 我多些朋友 有空 可能我兒子 又可以入到好幾大學 有人介紹好幾工給我 但幾個項目給我 也一樣 說到微飛車母 接著 這個水客 幫你安排 在家製造一張 五十人用的食飯桌 你是一家四口 你府上可能只有六七百尺 如果香港 我當你四五百尺 一個很普通很普通的家庭 一個這麼普通的家庭 為何會有一個售貨員 稅你買一張 二十人 對不起 我誇張一點 五十人用的食飯桌 他就說到 這五十人的飯桌 可以幫你招呼很多朋友 可以幫你見到很多聯繫 那樣 最慘的你就會相信 好了 整一下整一下 當然有些工人上來 你家裡突突抬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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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發覺,哇,糟糕! 所以你剛才所說的,習先生就說 對不起,我們一定會守信樂 你就提過斯里蘭卡的例子 以我們平時聽到的一些個案 就是一帶一路說得很棒 最終就是原來你要 用英文的傳媒的講法 就是要遷復你某方面的一些偉大 中文叫做國家主權 因為去到這些已經不是基建工程那麼簡單 任何基建工程 多多少少都牽涉到你的國家的主權 航空、碼頭、一些很大型的交通運輸 能源、通訊 這些一定跟你的國家的偉大是有關的 當你一個真是中華民國國 這麼大的人力、財力和資料 去拿這麼重飛 而你管理不到它 你的數字找不到 又或者人家的項目超支 有些失勢的時候 你一個不是很大的國家 未必應付得來 你跟它講法律 你真的未必講得那麼多 有時候有些時候 你可能會遷復某些偉大 其實這些例子已經很多了 所以我們想說回一個國家的個案 所以就有少許不同 以我們香港一般聽到的 多數都是這些 嘩!好像不太對 但是這個國家 叫吉布台的地方 就有少許不同 大家如果打開非洲這個地圖 東北角 就是埃及亞 再落地就是蘇丹 再落地就是這個吉布台的地方 就是對著海 其實嚴格來說 所有商船去洪海 去蘇丹市運河 差不多可以感覺到 畢竟吉布台的 鬥樣的世界國家 可以感覺到 就是航道上的要塞 所以中國在外交 在地緣政治方面 要想在這個地方分一杯羹 其實是完全正常的 事實上中國解放軍 也是首次建立一個 在中國國外的基地 就是吉布台這個地方 事實上吉布台不僅是中國 美國、日本 都是那些前進基地 為什麼呢? 因為它的位置窄 它入紅海的位置窄 所以它對岸的也門 正在打內戰 沒有理由靠也門 甚至可以這樣說 正正是因為對岸的打仗 它上紅海 入蘇丫市運河 去歐洲 那條航程是短很多的 是短過 繞過整個非洲那麼多 是多很多 所以那個位置其實是很重要的 航道的要塞 尤其是現在中華民國 來講運石油是很重要的 當然了 海運我不太熟悉 但是其實很多航道上的要塞 中華民國是非常緊張的 南海 以至吉布台的國家都是 還有馬六甲海峽 等等之類的 所以中國就一直游說泰國 在它自己最窄的位置 起床運河 讓它不用過馬六甲 因為新加坡是美國的盟友 免得罪人 他可能未必想交過路費 坦白說純粹用理性邏輯 常理的角度 你又不可以說中華民國 是錯的 只不過一帶一路 其實很多 我想其實投資外國 不只是中國 美國 歐洲很多地方 他們都想 一方面增強自己影響力 尤其是非洲現在越來越多國家 越來越多人口的時候 美國在那裡把地盤都很需要 事實上這樣 特朗普其實在去年十月 就已經在研究 已經通過了 給600億元 去一個叫做 Oversee Private Investment Corp 的一個政府部門 類似加拿大的Crown Corporation 政府公司 還要改名 改名叫做 U.S.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Finance Corp 即是很隆重其事 他最主要的目的是什麼 是用來支援非洲各種不同的基建設 立即想到是什麼 其實我們大家都知道 美國做這件事是很有經驗的 為什麼呢 二次大戰之後 歐洲白費代舉 一個戰場廢墟 於是當時蘇聯已經佔了東歐那邊 西歐那邊 你沒有錢 社會運作等各方面 就是很不穩定 還有如果社會不穩定的人 不滿政府的時候就會推翻他 跟著就可能會跳到蘇聯陣營 於是美國想了些什麼呢 Marshall Plan 即所謂馬歇爾計劃 就是美國訂一大堆錢下去 歐洲幫他們做基建 重新建立那個什麼 於是呢 就令到歐洲的政治和社會變得穩定 那他們就 民眾就不會想著反他 反政府 就不會反政府 不會反政府的時候 就不會有他們跳到蘇聯這個危機 於是就這樣保住美國在西歐的 Alliance 現在 Donald Trump 給600億元 去這個新的 U.S.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Finance Corp 目的就是一樣的 就是霸地盤 而中國一帶一路 而非洲也真的有需要做多些基建的 但是問題就是這些政府其實很多都頗為貪污的 大家都記得何自平的那個例子 是的 那所以歐洲對於借錢給非洲是有保留的 那所以這些非洲國家借不到錢做基建怎麼辦呢 當然要找一些便宜的 我覺得便宜的反而是其次的 或者表面上看起來是便宜的 又或者不單止 還要是肯借錢給你才行 其實是一個Ideal World 譬如說你北美洲假設你想借錢買樓 你有一份正常常的稅單 你有一份正常常的收入 別人的銀行 你的Employer是reputable 你的薪水可以的 很樂意借給你 但是這個世界不是每次都那麼完美的 有些人可能三更房間庫 或者有些錢的來源就比較ambiguous 那你銀行不肯借 你就要問別人借的 人家問你借給你 那些可能真的像你所說 就大意借錢 可能那些貪污很辣 或者偶爾會… 或者表面上 其實開頭的時候不是很辣 不過你踩進去之後 其實某種程度上 你可能是明知道的 但是你不能選擇 又或者你根本就有心想著賺人數 所以其實去到那些位置 就是我剛才所說 in the perfect world 又借還大家都常等人 快快樂樂樂地生活下去 但是現實政治不是 都這麼明顯的 這個世界沒有那麼多童話的 老實說 沒有那麼多童話的 我們不是講童話故事的 老實說有時候借錢還錢 誰滾誰很難說得清楚 所以其實大家在想 為什麼一帶一路 是一個擺明的Point C Scheme in some sense 或者我忘記了 我忘記了什麼 意思就是說 就是 計劃好像很大 但其實那些錢 是不夠去 去 去 這個 就是有少少類似 有少少少 我不敢說完全一樣 即是第三筆去蓋第一筆 第四筆去蓋第二筆 即是有少少類似 就是Point C Scheme 又或者有些類似 類似傳銷 或者直銷 那些東西 說得好像很Rose 但原來下面就是 一個蓋一個 一個蓋一個 那些Prilement Scheme 之類的那些東西 之類 我不敢說完全一樣 我不太認識 那 你總體來說 就是一個這樣的情況 當然 中國自己本身 都需要借錢出去 為什麼呢 其實如果 隨著90年代 你知道1989年 天安門事變之後 大家就想著 有一個很 I have a dream today 就是說 如果能夠讓中國 經濟起飛的話 他的政治 就自然就會 再一步發展 這個是西方世界 在90年代 即使看著有八九六四 那個屠殺之後 仍然會肯 讓中國做世界工廠 就把生意給中國 當然也都因為夠便宜 中國就集了很多的錢 你知道經濟要發展 那些錢要四為留才行 是的 當然 但是現在的錢 就逐漸集中在中國手上 中國沒有位置 其實在某程度上 就是 其實我剛才跟你說 為什麼要訂一張五十個人的飯桌 因為那批工人沒有公開 如果他可以相信 你訂一百人的飯桌 加上 他真的會設定給你 因為工人要開工 是的 所以其實中國就是 在某程度上 就是說 其實要賺的就賺了 經濟發展到平頂了 於是 如果他不再想一個新的方法去賺錢的話 經濟就會向下 因為說真的 一個很簡單的道理 What goes up must go down 這個世界有起就自然有跌 這個也是因為這種起跌的緣故 令到經濟慢慢四為留的時候 大家都有飯開 大家都有錢賺 大家都一起花錢 這樣才行 現在的情況就是 錢聚散中國的時候 中國沒有位置花錢 經濟到平頂的時候 而中國最大的問題就是 8964令到中國政府 唯一可以保持著 它的認受性的就是 經濟要不斷發展 大家都有機會去富起來 我不過先讓一部分人富起來 另外那部分人 都終有機會會富起來 你要保持著這個夢 你要保持著這個夢 所以那些人就不會出來暴動 所以中國就要想辦法 於是就有這個一帶一路 這個東西出來 但是它實行這件事的時候 它依賴去做生意的國家 很多就是這些非洲 這些本身政治的構築都不多好 有很多時候都很貪污 或者伊達就是敘利亞 即是那些打到龍飛鳳舞的國家 要不就是蘇聯中亞那些 其實那些位置基本上 你都沒有什麼可能 會在那裡賺到多一點油水 只會經過 因為這些位置 所以其實中國在搞一帶一路的時候 它自己的選擇也不太多 因為你要知道西歐、美國 這些地方都視你 是一個完全不同的國家的時候 你都不能夠完全依賴 尤其以現在習近平的情況 你很難依賴他們做生意 因為意大利是近年的例外 之類 其實去到這些位置 我只可以這樣說 就是各有盆算 還有有時候這些國家 尤其是你剛才說 在一帶一路或者譬如阿拉 拆開一點話題 說起現在意大利 其實如果大家要留意 細節的話 它是一個副部長級的人馬 告訴大家 他們和中華民國的國家 達成一個什麼什麼 那麼大件事 但其實問題是什麼呢 意大利自己本身 政治局勢也不太穩定 因為我們大家都知道 贊成一帶一路 我們首先要知道 意大利現在是由兩個政黨聯合政府組成的 一個極右的北方聯盟 即現在叫聯盟黨 它北方聯盟出來的 一個是極左的五星運動 這樣支持一帶一路的 所以它其實很有趣的 它兩個黨領 每人做一個副部長 然後另外找一個人上來做總理 它兩個是副總理 兩個聲音是一模一樣的 一模一樣的 一模一樣的 你想做到減稅 又同一時間做到福利 即是 減稅是北方聯盟的政策 福利就是五星運動的政策 你想兩項都可以 可以 沒問題 完全向中國靠攏就可以了 於是五星運動 就提出這條 方法出來 就說 我們跟中國 一起搞一帶一路 那我們就夠錢 搞福利又減稅 錢是沒可能從地上生出來的 老實說 所以就這樣 於是它是五星運動那邊的人馬 但北方聯盟那邊的人馬 其實是不贊成和中國 有更進一步的商業往來 再加上 意大利是屬於G7集團國成員之一 大部分西方的盟友 對於意大利要加入一帶一路 其實是側目的 其實你剛才說的那個例子 覺得很好 我的意思就是 這些國家並不是十分之鋒雜 在一帶一路這方面 有時候可能某一個領袖 今天說很好 隔一輪就會有些人說 一帶一路不行的 你賣國 你被人找到 上海一樣那樣 我們根本都 招不到五十個人來吃飯 你別玩了 你都發神經驗 然後你太太可能 你可能凍結了你的信用卡 你便失了一輩 其實很多政局不太穩定 或者比較貪污 武蔽多個國家 就經常會有這樣的情況 甚至其實我們這個節目 都有很多多倫多的朋友看的 你看多倫多一些基建項目的 意見人的新聞 都可能對史歷正在說的 有些感受 所以其實 究竟是不是這些國家 上上下都覺得 這些一帶一路的項目 那麼順利呢 又或者可能 正如你所謂所說 有些民眾會覺得 這些人來搶殺你的工 什麼啊 什麼啊 醫院那樣 人民群眾 或者所謂的中產 都未必覺得這些一帶一路項目 真的那麼正 其實你總體上來說 你都覺得 其實我們大家都覺得 其實你會看到 很多時候政府自己 需要 有時候有些需要 找不到地方借錢 於是找中國 其實他本身 他自己對政策的看法 即計劃這些政策的時候 其實他都很短視 因為很多時候他們都是 可能做四年五年 過了開年是神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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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了開年 삶 過了開時 OL cool gi吃了錢 這種情況之下 我做一個最吸引民意的 一個大目標 是不是 順利到一個大目標 可以在四五年之下 搞定的時候 可以幫我自己連吻 就是這一類的事情 分半鐘也講了多一點 其實其他可能所請 都講各個國家的 一位債件 他只得了一個債主,這個債主隨時會逼他上梁山 但同一個時間,我們有三個債主,債主A想取名,債主B和債主C 這個債主死了,那我的筆數怎麼辦? 這些就是所謂的Ecaribium 好了,這一節的時間差不多了,下一節我們就會由北京轉到南美 我們會去委內瑞拉,因為為什麼呢?最近突然間又熱了 就是兩個總統之間的爭權奪位又再一次興起上來了 然後周邊的國家,世界各國又怎樣用這個委內瑞拉做代理人戰爭呢? 我們都很拭目以待的,我們下一節回來,我們和大家再談過 這個惠州種我們引入了四年左右,是阿欣先生很喜歡吃種的 他就發現了這隻惠州種,他吃了十幾二十年了 這隻惠州種原本就在惠州那裏出產 那個老師傅是積七十年包種的經驗 由包紮的配料每樣東西都考究到不得了 其實呢,我,蕭定一,欣先生,任何一個明星,很多明星,名人吃過 都覺得呢,他是沒有得比的,一吃就覺得 蛤?怎麼這麼好吃的呢?就是這樣,這麼驚訝的 四隻惠州種,特價188元,再送10元的人超現金券 豪華套餐,248元,他就有兩隻惠州種,一隻果精種,一隻金華醉雞種 特惠套裝,兩隻惠州種,一隻醉雞金華火腿種,一隻呢,就是白鳥茶金絲組用種 一百一十八元,雙同尖利套餐,這個就沒有惠州組 一隻大的果精組,一隻白鳥茶金絲組用種,118元 一隻白鳥茶鯊鯊鋍治,雞也會及到這樣的一個antly 如果我們就這樣 請 close the vote, сред一些小礦人 這項目不適合姓,雞也會見你